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欢迎来到我的奥特曼玩具世界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奥特曼家族里面的新的奥特曼英雄 是我们的奥特曼艾克斯的截盾武装 就是这一个 那上次呢,给大家介绍了艾雷王的艾克斯奥特曼武装 我们可以知道啊,艾克斯通过各种武装形态啊 可以变成这样的武装 可以看到艾雷王已经组装到了艾克斯的身上 然后艾雷王枪也组装到了艾克斯的身上 那这一次呢,我们的截盾武装 是我们的艾克斯奥特曼基本形态 通过艾克斯的电子截盾电子卡片 武装之后的一个形态 它身上啊,也会有截盾的各种各样的特征 这是我们500系列软胶的截盾 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得到 那它身上呢,也有截盾的一些护甲 还有胸前的护甲 还有一些手部的武器 我们可以看到 那通过武装之后 我们的艾克斯基本形态啊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武装形态 那这是我们艾克斯的基本形态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形态的艾克斯呢 身材非常的瘦 那通过武装之后啊 它的力量会变得更加强大 是吧 那等一下我们来确认一下 截盾艾克斯武装之后的 艾克斯的变身音效 那通过我们的艾克斯变身器 可以很容易的得到一个确认 那在确认之前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里面的奥特曼里面啊 有一个假的奥特曼 还有一个邪恶的奥特曼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找出来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假的奥特曼是哪一个呢 哈哈 是我们的奥特之父吗 当然不是啦 这是我们的奥特之父 那会是泰罗吗 怎么看也不像是假的耶 那会是我们的黄金艾斯吗 艾斯长得这么年轻 又这么帅气 肯定也不是假的啦 那会是哪一个呢 就是这个 你们认得他吗 他是我们的黑暗奥特曼 那他呢 是和我们的黑暗赛文出现在同一集里面的一个角色 我们来看一下 全身黑色 但是啊 他身上和我们奥特曼的特征其实非常的像 包括这个眼睛 然后还有胸前的彩色 接下来啊 我们要来确认一下我们的杰顿艾克斯奥特曼武装 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变身音效 好 我们的艾克斯变身器已经启动了是不是 那这是一个 终端的形态 在这个终端的形态下进行艾克斯火花的扫描 那他说我们的杰顿武装已经解析完成了 这个时候我们来进行艾克斯的确认 这时候我们的艾克斯终端变成了艾克斯形态 这个时候再进行一个火花确认 好 那我们的艾克斯截顿武装呢 已经解析完成了 那接下来啊 我们要进行电子卡片的武装 我们来看一下 电子卡片的武装呢 用的是我们的杰顿 电子杰顿这个电子武装卡片 那我们来试一下 好 那我们的这个电子武装啊 已经武装完成了 那刚才呢 是我们的这个电子武装之后的一个武器 一个招式 一个攻击 我们可以来再来确认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按下这个键呢 它会进行一个杰顿的攻击 我们来听一下 那可以听出来啊 它和我们艾克斯电影里面的攻击音效呢 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 那非常有意思 那这是我们的电子武装卡片 背后啊 是我们杰顿的基本参数 分别啊 身高六十米三万吨 还有这一个G G是ground 就是地底的巨大型生物的意思 哈哈 那这是我们杰顿 杰顿武装 是吧 那把我们的杰顿也请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经过了电子武装电子化之后的杰顿啊 身上的一些特征也进行了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它身上的这些电子化的特征非常明显 变得很强大 是吧 这是500系列的杰顿 这是电子化的杰顿 好 那这是我们这一次杰顿武装的一个介绍 那 这一个艾克斯的 电影里面啊 还出现了这样一辆的艾克斯 UPG的一辆变形车 大家还知不知道 这辆变形车呢 它事先啊 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那这是一辆很普通的车 就和我们普通在路上看到的车一样 但是啊 那经过一个变装之后 它就变成了我们的特征队的搜查车 我们来看一下 变形完成 那变形之后呢 就变成了这样 UPG基地 我们的奥特曼特征 特征队 是吧 非常的炫酷 然后啊 因为太大了 身体太大了 一直被大家忽略的 奥特曼迪加巨大化形态 还有我们的奥特曼迪加500系列 哈哈 好 那今天啊 给大家介绍的奥特曼就介绍到这里 那还有很多奥特曼呢 以后也会继续的给大家介绍 包括我们的奥特之王 还有我们的这个 艾克斯的超越形态 那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艾克斯的超越形态 的这样一个电影 那接下来呢 下一次的节目里面呢 会为大家继续介绍艾克斯的各种形态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